老的一代、旧的一代 他们的历史故事还有律例典章 那其中有很深刻的预表 来说告诉我们 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 是进不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如果我们一直维持在那种老旧的状态 我们是无法进入 基督那无穷无尽的丰富当中 上个礼拜讲了旷野的漂泊 本来在旷野当中看见蓝天白云 看见月亮星星 应该让我们心旷神怡 发现造物主是那么的伟大 是那么的高超 更多的敬畏他 去思想他 结果呢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期间 不但没有心旷神怡 反而是抱怨苦独 在那种漂泊流浪当中呢 也没有去享受探险啊 旅游啊 寻根啊 考察 甚至发挥以色列人 最懂的如何突破 如何更新 如何做生意 他们单单的就在那里传宗接代 生养儿女而已 所以我们讲过第二讲 那今天呢 跟大家思想的是第三讲 第三讲呢 请把大家打出来 第三讲 我们来是讲到 第21章到第36章 全部民宿记有36章 其实每一章 哇 都可以讲一两个小时啊 可是今天呢 我们是暂时的一个完结篇 要总共讲16章 就在大概一小时之内 要把16章跟大家分享 请问大家容易吗 不容易 16章啊 而且根据何牧师 从过去指导如今的记录是 不管讲全卷圣经 讲一章圣经 讲一段 讲一句经节 甚至讲一个片语或一个字 我都要讲几个重点 三个 讲三个重点 那你要把16章 融缩成三个重点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怜悯的话呢 我跟你讲 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啊 但是主的恩典 的确够我用 所以呢 根据 16章到 21章到36章呢 这些的 安宁起刑 安宁起刑 所发生的历史故事 和律力点章 本谢主 我也综合出了 三个段落 三个段落 哇 其中高潮迭起啊 那实在是 让我 非常的感叹 也让我思想到 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名著 有这么多的经典 有哪一本书 有点类似 民宿记 大家猜猜 我们中国有 至少大家所熟悉的 四大名著 哪四大名著啊 有谁晓得 请回答 西游记 西游记 红楼梦 红楼梦 三国演义 水浒战 讲到拉帮结派 三国演义 讲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 那西游记呢 是讲到唐征的西区取经 那红楼梦呢 讲到少男少女的青春情怀 那我们晓得 西游记 如果你用百度 用Google去搜寻 去提问题说 请问西游记 是真是假 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 都是假的 是杜撰编造出来的小说 神话或故事 那请问民宿记呢 是真是假 真是假 那是全部 是绝对的 真实的 历史的 有权威的 有经典性的 那我们晓得 红楼梦啊 大家知道吗 是一个大官员 是一个大红楼 可是 他从开始直到结束 都是梦 大家说 都是梦 都是梦 请问美梦成真了吗 没有 没有成真 所以其中的十二金猜 哇 如果你在少女少男时代 去读红楼梦的话呢 很可能被他吸引 因为他所说的就是谁 对你旁边讲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 所以红楼梦呢 他的作者是谁 根据红学的考证呢 其实很无法确定 到底他是什么年代的著作 也无法得知 那红楼梦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的作者就算 曹雪芹吧 你知道吗 曹雪芹一开始 他就写了四句诗 来形容 这个作者的心态 大家认真听 四句诗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吃 谁解其中味 大家听懂吗 听懂 所有喉咙梦 不管是八十回合的张回小说 或是一百二十回的字字句句 都是血 都是泪 满指都是什么 荒唐的言论 对他自己讲到 所以我们这些人 就看着什么 看着如痴如醉 他说是 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吃 所有读者 或抄本抄者 都说 这个作者呀 是个痴心的人 痴人做梦 然后他说 谁解其中味 谁能明白 我这本书 其中的味道 其中的争议呢 然后 在他 有人说 从第八十一回 到第一百二十回 这四十回呢 不是 作者 曹雪芹写的 那他在一百二十回的 结尾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他又写了 很感叹的话 他说 原来是敷衍荒唐 不但作者不知 抄者不知 并阅者 就读的人 也不知 不过游戏笔墨 淘情世性而已 你看 这是红楼梦 结尾的 几句感言 那后人呢 在读 红楼梦 大家晓得 从清朝 民国 一直到如今 很多大学的研究所 都在主修 研究 红学 红学 那后人呢 他又补充几句 来对 红楼梦的感言是 说到 心穿处 荒唐 欲可悲 由来同一梦 修效 世人痴 大家听懂吗 他的感言就是说 其实啊 从古至今 大家都在 做梦 而且是同一个梦 我们不要笑别人痴啊 其实呢 自己也一样 可怜 可悲 可叹 所以好多抄者 和读者呢 读红楼梦 都会放声大哭 他为大千世界哭 为天下父母哭 为创家立业者哭 然后为天下读书人哭 为天下夫妻哭 他说 上古至今 及后世有情人哭 同声欲哭 哇 读红楼梦 结语是什么 就是哭 哭 哭 可是我们读 明述记呢 大家知道 越读越什么 越读越 由悲 由悲 转喜 由哭 转乐 是充满着盼望 充满着恩典 是充满着福分 而且 口口声声 表明是 上帝说的 是上帝允许的 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的经典 所谓的四书五经十三经 你好好去研究 没有一本经典 他敢讲他的经典是上帝的话 可是 圣经的四书跟五经 大家晓得 我们圣经有四书五经 自从川普总统上台 他不断地讲说 我们美国 是敬拜上帝 不是敬拜政府 他用的两个英文字都是G We don't worship government We worship God 哇 好棒好棒的经典名句 川普总统 他在台上台下 或是发推特的时候 常常讲说 我们是敬拜创造主 如同美国的开国原心 敬拜创造主一样的 我们是尊重圣经的 从过去直到如今 在川普的当权之下 他一定是奉圣经为绝对的专领 而且毫不讨协 我们感谢主 上个礼拜大家都关心 到底川普提名的这位大法官 卡瓦努到底会如何 感谢神昨天的结局 大家说 50票剩48票 虽然两票之差 你就看到上帝呢 是恩待我们 有惊无险 但是也再一次向我们表明 至高的神 在人的活当中继续掌权 神恩待美国 让美国多两百年来 他们敬畏上帝 他们专行真理 直到如今果子长存 所以我们感谢神 恩待美国 可以继续来发挥 美国在全世界 该发挥的功能和角色 常常有人讲说 美国啊 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 四书就是 就是哪四书啊 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很多很多 知识分子家庭 爸妈从小到大 就叫小孩子学什么 我们现在感谢主啊 现在还有人学 三字经学 弟子规 和当年呢 我们父母亲 以上的那些世代 都读什么 论语 孟子 大学跟中庸 大家想知道 大学一开始讲什么 大学知道 再明明明德 再清明 再止于至善 那如何止于至善呢 就讲到说 要诚意正心 修身其将 治国平天下 那这个之前呢 大学知道 这个博学知道 也告诉我们 要格物置之 格物置之 所以科学就是格物 那科学的终极呢 是找到一位 无限大的创造主 所以科学家 90%以上都信谁 都信创造神 创造者 都是相信 圣经中的 这位神 是真正创造 时间空间外洞 真正创造 天地人的 自由 拥有拥有者 所以格物置之 的结果呢 一定会知道说 宇宙万物 有一位谁 创造主 对你旁边讲 有一位创造主 有一位创造主 所以川普总统 他非常明白 有一位创造主 那美国的政治体系 是完全确认 没有任何人 是十全是美的 你不要想 你不要妄想 你不要吃人 做梦说 你可以选一个 十全是美的总统 或是法官 听懂吗 没有一个 十全是美的 人人都是什么人 罪 人都是有罪的人 需要上帝的 拯救和怜悯 所以也常常有人讲说 美国也有中国的 这种四足五金啊 大家知道 美国有哪些四足五金啊 美国有四足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一个卷福音书 对不对 很谢主 这都是给你福音的 对你旁边讲 给你福音的 给你福音的 美国也有五金 哪五金呢 摩西五金啊 所以川普总统 是非常尊重摩西五金的 对你旁边讲 要尊重摩西五金 要尊重摩西五金 我们中国的四足五金 我刚才讲到四足 大家晓得 中国的五金是什么呢 是诗经 上书 礼记 周易和春秋 你读过哪些 现在有几个人在读 可是 美国的摩西五金呢 全世界的人 天天都在读 而且天天都在传 天天都在想 天天都在遵守 所以摩西五金的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摩西五金的希腊文叫做 Pentatut 可是我们英文呢 把我们中国的四足五金翻译成 Four Books Five Classes 所以大家去意会一下 摩西五金是什么 是Torah 大家说Torah 是上帝给的对法 不是人想出来的 所有世界各国的经典 虽然中国文化的四足五金是那么经典 那么权威 那么有代表性的一个艺术的文学的高水平的创作 可是它都是人的话 说人的话 人的话 只有圣经是神的话 海里路亚 我们要不要感恩 我们来先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所有各名各族 他们的经典文献 都是人的话 都是自己天马行空 胡乱猜想 或是思想出一些道德伦理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晓得 只有圣经是神的话 而且神不是我们所说的日光之下 头上三词有神明 这位神乃是自由拥有的 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上帝 天父我们何能感恩 因为你透过天空告诉我们你是神 你透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你是神 你透过耶稣基督也再次显明你是神 主啊 面对于这样点点滴滴的爱 我们敬畏你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今天我们要透过民宿记再来思想 你帮助我们如何出埃及 你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停留在旷野 或停留在西乃山 有圣母的同在 主啊 你的目的乃是带我们进入迦南 享受南与密那种甘甜的丰富的生活 更重要的你要把迦南美帝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基业永远的产业 天父实在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何等的恩爱 是何等何等的细腻 是何等何等的应许 主啊 让我们一生的年岁 就是抓住这样的应许 主啊 不看世界 不看环境 也不看别人 甚至也不看自己 我们单单看主 主啊 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主 能看见永恒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相信你此时刻要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是你的应许 我们感恩祷告 敬畏奉耶稣基督宝贵圣明 阿们 好 我们感谢神 今天要进入第三讲 就是民书记的 暂时停到这里 新生世代的历史故事 律底点章 新生的世代 就是我们这些 在基督耶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不再属肉体 我们不再有劳我 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因信称义 不但在地位上 成为义人 而且我们在经历上 我们要更多更多的知取 更多更多的遵守 更多更多的验证 我们是一个诚意的人 所以这样的人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到 二十章告诉我们 旧的一代结束了 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摩西的哥哥亚伦 都是出埃及的领袖 可是他们都死了 领袖也会死 耶和华的仆人也一样会死 死了之后呢 感谢主上帝兴起新的一代 新的一代呢 在第二十一章 大家看 明书记二十一章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我们先来看的 就是这条铜蛇 跟一口水井 来 明书记二十一章 大家打开来 明书记二十一章 很宝贵 很宝贵哦 我先讲的是铜蛇 跟一口水井 你看看 很奇妙 很奇妙的就是 第四节到第九节 这个故事就是 新的一代 虽然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的一代 是不是还是有软弱 是不是遇到困境 跟挫折的时候呢 依然会烦躁 甚至呢 还会抱怨 如同没有得救重生一样 如同没有信主受洗上教会 做礼拜一样 所以好多夫妻会彼此批判 彼此指责说 你看 你受洗了 你上教会了 不是还一样吗 还是一样会有埋怨 还是一样有脾气 哦 上帝的话语 就是那么显实 那么传真啊 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 新的一代呢 也一样会埋怨 但是埋怨的时候呢 没有想到上帝呢 对新的一代还是有处罚 上帝不会说 OK 你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你也是新生的一代 我就对你呢 全然的放纵 或溺爱 上帝是断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新的时代 一样埋怨苦毒的时候呢 结果耶和华石火蛇 进入百姓中间 蛇就把他们咬伤 甚至呢 许多人咬死了 结果会众们如何反应 旧时代 就是埋怨 埋怨 埋怨 埋怨上帝 埋怨摩西 埋怨亚伦 而新的时代呢 在埋怨当中 他们会 他们会祷告 哇 感谢主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祷告什么呢 第七节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 我们愿读耶和华汉女 我们有罪了 所以一个重生的 起码的表现就是 他知罪有罪 对你们的朋友讲 要知罪 要承认罪恶 所以新的时代呢 他们会说什么 求你 祷告耶和华 叫这些说 离开我们 民族期之前呢 他们遇到任何天大的困难 他们就是埋怨 他们没有祷告 可是新的时代呢 他们一遇到困难会如何 会祷告 哈利路亚了 所以对你们来讲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改变 你要祷告 结果神就跟摩西讲说 好 你呢 去制造 一条火蛇 不是去抓一条蛇 而根据火蛇的模样形状 去用铜制造成一条蛇 然后呢 任何被咬的人 即使他快要奄奄一息了 只要他抬头 遗忘这蛇 就必得活 请打出来 PPT动作快 动作快 我一讲到哪里就把PPT打出来 然后 一问这蛇 就必得活 如果摩西呢 就根据上帝的吩咐呢 就做了一条铜蛇 挂在竿子上 这个竿子呢 就是十字架上 凡被蛇咬的 不需要去爬爬爬去摸这个蛇 或让什么蛇的血呀 蛇的胆子啊 来替你消毒 排毒 圣经怎么说 不管你在哪里 大家晓得 他们在会幕中心 四围安营 那个队伍是排得非常非常远 那蛇呢 是在各个帐篷 四周围都有蛇 把他们咬伤 所以不管他们在多远的地方 跟你讲 如果快死的人 能爬得过来吗 爬不过来的 所以上帝说 任何人 不管在哪里 只要你抬头一望 然后呢 就必活了 哈利路呀 就这么简单 所以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他跟尼哥迪姆 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耶稣基督就引用了 民宿记第21章的这段故事 耶稣说什么呢 来 请打张 PPT 耶稣说什么 把那个PPT打出来 耶稣说的那句话 也都一样 很宝贵哦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5节 来 我们来读好了 求主帮助我们